你一个人走过山路吗?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故事致命弯道 让人看了之后再也不敢随便地去山里游玩 小帅是一名大学实习生 他正在去面试的路上 忽然间他看到前方道路拥堵 下车一问 发现前面有化学泄漏的事故 道路被封锁了 为了赶上面试 他迅速地转向一条小路 可开着开着 他迷路了 他来到了一座加油站 查看地图 发现附近有一条道路被标成了红色 那是他最快能到达主干道的捷径 他询问加油站一个诡异的老大爷 这路没问题吧 后者表示 没有问题 只是还没有普利清而已 小帅听完 马上继续上路 小路上小帅急匆匆地行驶着 忽然他看到路边有一头死路 他有点吃惊 连忙往后去看 结果 小帅晕头转向 他赶紧出来 一群陌生人围上来 问他有没有事 小帅摆摆手 自己没事 车倒是坏了 陌生人的车 也被一个铁丝网扎破了轮胎 由于在山里 手机没信号 他们没法通知救援 于是 为了找山里的居民求救 小帅和陌生人 决定向前探路 为了看车 他们还留下两个小伙伴 不一会儿 小帅一行人 找到山腰间的一栋小房屋 可惜 屋子的主人似乎不在 小帅着急之下 带头闯了进去 可进入之后 他发现这个房屋 有点不对劲 屋里到处放着 奇怪的瓶瓶罐罐 里面装着恶心的肉类和液体 怎么看都不像 正常人住的样子 这时 女孩小美发现 杂物堆中 竟然放着铁丝网 联想到 刚刚的车胎被扎的事 众人顿感不妙 而这时 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小美的朋友黑妹 在厕所的浴缸里 发现了一只人手 大家瞬间慌了 这怕不是 碰上什么变态了吧 此时 屋外的车声传来 主人到家了 大家赶紧躲到床底 随着脚步声逼近 一具尸体 被扔在了地板上 正是留在原地 看车的同伴 小帅吓得快疯了 鲜血顺着地板流过来 他大气都不敢喘 唯恐变态会听见 这时 同伴被拖走 变态人开始砍下 他的四肢 原来这会儿 变态人 就是之前 新闻里播报的 深山食人魔 他们是近亲交配 生下来的畸形人 从小就精神异常 有吃人的倾向 小帅以前不信 但现在完全信了 不知过了多久 小帅听到 外面没动静了 他小心翼翼地爬出去 看到神人魔 躺在床上 睡着了 他招呼同伴快走 竟然捏手捏脚地 来到门前 为了不发出声音 小帅帮大家 握住门上的弹簧 让小美等人 先流出去 可就当轮到 小帅自己时 神人魔睁眼了 小帅心中一慌 马上冲出房屋 让大家快跑 几人冲上山坡 一阵狂奔之后 意识到 神人魔没跟来 便松了一口气 这时 他们发现 自己身处一个 巨大的废弃营地 这里停着各种各样 已经报废的车 上面的物资 已经被掠夺一空 看来 神人魔在杀人之后 把受害者的东西 都堆放到了这里 小帅警惕起来 这说明 神人魔还在附近 果然 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神人魔开着卡车来了 小帅等人 马上贴着车蹲下 这时 同伴黄一南 想出一个办法 他们可以一个人 吸引走神人魔 另外三人 把卡车开走 小帅一听 这一计划可行 当即就勇敢地冲出去 想当吸引神人魔的人 结果 没跑两步 神人魔 一枪击中 他的腿 见情况不妙 黄一哥自告奋勇冲过去 吸引走神人魔 小帅小美 黑妹三人 趁机溜进卡车 打着火就跑 他们开上道正要接应 在树林中穿行的黄一哥 可此时 三人惊恐地逃离 黄一哥的女友黑妹 陷入了悲痛之中 小帅安慰他 说等逃出去之后 一定会将这些神人魔 省之以法 但没开启礼 他们又碰上问题 道路被倒塌的树堵住了 没办法 三人只能步行 他们找到一座 瞭望他 打算上去过夜 爬上去之后 他们惊喜地发现 有一台无线电机 他们调到了救援频道 开始呼救 可由于不知道在山中的具体位置 警方表示 没那么快赶来 这时 塔下传来一响 小帅一看 神人魔 来了 他们正点着火把 在山里搜寻 听到无线电响声之后 他们迅速地向塔上爬来 小帅慌忙地 把洞口堵住 可没想到 下一秒 烟雾四起 神人魔竟然把塔 给点着了 小帅等人 当即决定跳楼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 从塔上跃下 抱住树枝 小心地移动着 但此时 神人魔也爬上了树 他们的速度快许多 很快 小帅等人 处于了危险境地 就当他们 要穿过一节树枝时 神人魔追了上来 黑妹 凉了 幸存的两人 惊恐无比 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小帅打算反击 他绕到树干后 用力地 拉住一节树枝 小美大喊着 把神人魔引过来 小帅猛一松手 树枝把神人魔弹了下去 小帅和小美趁机逃离 他们躲到一座瀑布后面 度过了晚上 一早醒来 小帅和小美继续赶路 很快 他们看到了主干道 正兴奋着 一柄斧子 横空批来 小帅摔倒在地 神人魔又追来了 两人仓皇逃窜 小帅从山坡上滚了下去 小美被抓走了 此时 道路上传来警笛声 是一辆警车 小帅连忙跑去求救 可是还没有解释清情况 神人魔一箭射穿了警察的脑袋 小帅慌忙上车打火 箭雨纷纷袭来 小帅来不及操作 只好下车躲避 神人魔走过来 他捡起钥匙 把警察的尸体拖到车上 他准备离开了 由于担心小美 小帅一咬牙 在神人魔启动车的一瞬间 勾住了底盘 他要回去营救小美 另一边 神人魔的房屋内 小美被五花大绑 神人魔露出诡异的笑容 正准备残杀他 可这时同伴回来了 两人正交接着 忽然 是小帅 他驾着警车冲了进来 一瞬间屋内火光冲天 神人魔跟小帅展开了搏斗 小帅奋力地点着房屋 他捅伤一个神人魔救下小美 可这时 另外一个神人魔也赶来 他一斧子劈下 小帅连滚带爬 他想用枪来还击 但神人魔一把 把他顶在了墙上 眼看要凉了 小美眼疾手快 他取下墙上的弓箭 一箭射中了 神人魔的后脑 两人终于得救了 他们搀扶着 走出房屋 小帅一枪射中油桶 炸毁了神人魔的房屋 他们驾着神人魔的卡车 沿着原路逃离 回到加油站之后 小帅一蹶一拐地下车 他撕下墙上 那张标着红色道路的地图 他不能再让任何人 误入歧途了 他和小美驶离山区 但这段惊悚的故事 也只是暂时告一段落 在影片的结尾 由于房屋的爆炸 一名警察前来调查 在废墟中 他看到了神人魔和同伴的尸体 正当他惊异时 身后忽然传来响动 深山神人魔再度袭来 致命弯道 2003年一部美德河拍的恐怖片 在融合了欧美恐怖电影 特有的暴力血腥的元素之外 还带有一点公路片的色彩 虽然人物刻画较为薄弱 但这部片的主打点 在与主角们 刺激的冒险和血腥的镜头上 而除此之外 影片的剧情当中 还有隐藏的一条支线 其实关于加油站 那名诡异的老大爷 据分析 很有可能是跟神人魔一伙的 他故意引导小帅走上几路 而在小帅最后归来时 他又面露惊异 那么他的动机究竟是为何呢 其实从老大爷诡异的长相 我们不难看出 其实神人魔很可能 就是老大爷的后代 当年正因为老大爷近亲通婚 才生下了这些畸形儿 而为了保护他们 他把他们养在了深山 专门骗路过的旅人进去 给他们宰杀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